放開防疫措施後 大陸的確診人數 呈現幾何式增長 通常聽到的都不是一位兩位 而是以全家為單位 或是整個辦公室為單位的方式 在激增 以北京這家交通銀行為例 他就直接在門口貼出 尊敬的客戶因為受疫情感染原因 我行自12月12號起臨時停業 你以為只有銀行 因整間分行的人都確診而暫停營業嗎 來來來來 帶大家到全球 高端時尚百貨 北京的SKP看看 Valentino就在SKP 一樓奢侈品區的第一間 同樣因為整間員工確診 只能亮燈不營業 再往地下美食街看看 燈黑了一半 兩邊不論是賣蛋糕 賣豬排 賣飲料 賣麵食 賣烤鴨的 都因人手不足而關門 賣鮑魚水餃的店家 還有員工在包餃子 北京開放內用了 但他們只能外帶 剩下人住在家人都感冒了 了解 好的 什麼時候才能夠 過兩天大家都能上班了 然後我們能正常 我人手 但凡我有五個人 我就能接兩房子的顧客 因為我現在只有三個人 我沒有辦法接待幾個 除此之外外送小哥 同樣因為確診者太多 人手短缺 現在就剩我一個了 以前的手有幾個 以前是八個人 沒人 現在店裡頭一掌就把單停了 不停也沒人送 媽呀 北京環球影城也繃不住了 現在只要九十八了 平時都是幾大百的 今年就去這裡跨年了 大陸確診人數急劇上升 各行各業衝擊不下 北京的環球影城在疫情下開源 一年多來開開關關好幾回 就算放開了防疫 人流也不如預期 抖音上打出了跨年只要430塊台幣 希望能救救 開放了 卻沒人敢來的窘境 TVB新聞陳徐毅 陳向如 北京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